各位朋友大家好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10月24号晚上 美国副总统彭斯又进行了第二次 关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策的演讲 彭斯这次演讲本来是准备安排在今年6月份 就是6月4号天安门事件30周年的日子 但是后来因为总统原因 他就推迟了 推迟到昨天 关于推迟的原因 我们以前在节目中也说过 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对于这次彭斯的第二次中国政策演讲 不少人感到比较失望 因为彭斯第一次对中国政策的那个讲话 口气是非常的强硬 当时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新冷战宣言 不过这次彭斯的第二次讲话 他的基调虽然还是保持十分强硬 但是他这个强硬的程度或者是力度 听上去就不如第一次的演讲 所以不少人就认为美国是对北京的态度有所软化 有所妥协 就让他们感到有些失望 而且北京的官媒似乎也感到相对高兴一些 因为他们认为这次彭斯副总统的讲话 有一点就是在强硬的立场上后退了 态度有一些软化了 他们就认为美国要准备对北京妥协了 那么持这样看法的人可以说他们没有搞清楚 什么是美国智慧 如果你不理解什么是美国智慧 你就不太理解彭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话 那什么是美国智慧呢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来说 美国智慧就是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 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什么叫做美国智慧 我们看二战时那时候苏联打仗 叫做不惜一切代价 那就是一个愣头青打架嘛 虽然打起来也很厉害也很狠 但是因为他不惜一切代价 虽然说打败了对手 但自己受伤也是很大的 那在美国人看来 这种愣头青打架的方式 应该说比较愚蠢的 是没有智慧嘛 所以呢美国人他不干这样的事情 我们看二战期间 美国和日本德国打仗时候 那美国人他绝对不干这种 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 相反呢美国叫做珍惜一切代价 他要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损失 在这个尽可能减少自己损失的基础上 再去夺取胜利 我们看二战就是 苏联叫做不惜一切代价 美国是珍惜一切代价 最后结果呢 是苏联战死了两千多万人 美国战死的人呢 只有二十多万 近看我们说美国本土是远离欧洲大陆的战场 但是呢 如果美国的打就是他打仗的思维方式和苏联一样 他也是不惜一切代价去打仗的话 那么美国打仗战死的人数肯定 不止要死二十多万了 所以说美国在二战中 他战死的士兵的人数那么少 背后就反映出来美国人的美国智慧 就是他们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 在朝鲜战争时候呢 中国军队是和美国军队交过手嘛 中国人打仗也没什么智慧 基本上就是学苏联 俄罗斯那个愣头青战术啊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和美国搞人海战术死磕 结果朝鲜战争 那中国军队伤亡人数是远远多于美国军队啊 而且呢 中国死了那么多人 也没有打赢那场朝鲜战争 那么这一次中美贸易战一开始 北京又开始喊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的口号 不少人认为这个口号很厉害 很给力 认为美国就会被中国这一句不惜一切代价给吓出 但是从美国人看来啊 你喊不惜一切代价是一个很愚蠢的口号 如果美国总统说 美国要不惜一切代价和中国打贸易战的话 那肯定会被美国人骂个半死嘛 他们会觉得你这个总统太愚蠢了 所以呢 美国人从来就认为干那种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 那肯定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 所以在这一次贸易战的初期 北京喊出来不惜一切代价的口号 美国人听了不但没有被吓住 不但没有害怕中国人很厉害 反而让美国人觉得中国人很愚蠢啊 觉得中国人没有什么智慧 中国人好对付 现在呢 北京自己他也一言七七五 不再喊什么不惜一切代价的口号了 因为这是习近平现在他也终于明白了 这个代价并不是完全要由中国的老百姓来承担 他自己也要承担相当大的代价 而这样的代价他自己也是承受不起的 所以呢 现在习近平他也不再说什么不惜一切代价了 当年呢 美国和苏联中国这些共产党国家进行冷战 如果美国你要用直接用这个硬办法 用核武器和苏联和中国死打硬磕 你这样子呢 即使是把苏联打到解体 那美国自己花的代价也是大了去了 这样呢 不是美国人和美国智慧干的事情 所以美国就想要用一个代价最小 收获最大的办法来对付苏联和中国这些共产党国家 于是美国就想出一个办法 叫做和平演变 大家都知道和平演变的这个战术啊 是美国人早在1950年代就提出来了 当时美国人说啊 他们对这个冷战他们不急 他们把和平演变这个希望寄托在苏联和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 果然呢 美国是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就解决了苏联 要苏联解体了 这就是美国用最小的代价取得的最大的胜利 我们从人类的这个历史来看 这个和平演变战术啊 也是美国人发明的人类战争史上一个创新 在美国之前啊 还没有人想到过用这个和平演变这个方式来打赢一场战争 是美国创新和开创了这样一个先例 美国用和平演变 他解决了苏联 当然他也是用和平演变 来对付中国这个剩下的共产党大国 但是呢 后来美国用和平演变这个战术 对付中国好像不太成功 这个呢 主要是因为后来几届的美国总统 他对这个和平演变的战术啊 没有拿捏好 因为这个和平演变 他不是说单纯对中国友好陪笑脸 他是萝卜加大棒 就是一方面你要用大棒把对方打怕 另一方面呢 再喂萝卜 让对方啊 感到有出路 他才会跟你美国走 这样呢 你才能实现美国演变 你光是打大棒不给出路 当然你和平演变是演变不了的 但是呢 如果你光是喂萝卜 把人家给喂肥了 喂的人家反而不怕你了 你这样和平演变也是演变不成的 所以呢 美国从克林顿以来那几届美国的总统啊 他们对美就是对中国的政策 虽然是和平演变 但他们这个和平演变就是老是来喂萝卜 他们没有打大棒 他们以为啊 只要对中国喂萝卜 就能把中国给和平演变过来 结果呢 就是前几届的美国总统 对中国喂了很多萝卜 把中国给喂肥了 为了中国不怕美国的 反而是美国这个和平演变战术给失败了 所以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他就批评前几任的美国总统对中国的政策非常失败 这也是有道理的嘛 所以呢 现在川普上台之后 他对中国政策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了 他对中国政策的核心也还是那个和平演变 他绝不是说啊 川普准备要和中国死磕硬拼嘛 川普他就改变了过去几届美国总统啊 单纯就是向中国喂萝卜的办法 他呢 是要用萝卜加大棒来对付中国 现在川普和中国打贸易战 绝不是说川普准备要不惜一切淡价和中国死磕到底 那不惜一切代价这个死磕的办法 当然他绝对不是美国人的智慧嘛 因为你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 美国自己他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绝不是说美国就可以一点代价都没有 所以川普绝不会用这种所谓不惜一切代价的办法 来和北京打贸易战 川普打贸易战 他的思路就是萝卜加大棒 一方面他要用关税大棒 把北京给打怕给打服 另一方面他要喂给北京一些萝卜 只要给北京谈判 给北京出路 让北京按照美国的路走 我们理解了上面说的这个美国智慧啊 你就理解川普政府对美国 就是对北京这个贸易战的思路 叫做萝卜加大棒 理解了这两点之后 我们再看这一次彭斯副总统的第二次 对中国政策讲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美国智慧所在 彭斯的第一次对中国政策讲话 基本上里面全是大棒没有萝卜 而彭斯第二次对中国政策讲话 当然大棒还是为主 但是里面已经加了几个萝卜了 那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呢 我们要理解彭斯这两次中国政策讲话 他预设的听众是谁 他是讲给谁听的 彭斯的讲话 当然不是讲给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听的 他是要讲给北京政府听的 他是要讲给中南海的高官听的 所以彭斯的第一次讲话和第二次讲话 他都是要讲给中南海高官听的 那为什么彭斯这两次讲话的语气有所不同呢 这主要是中南海高官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彭斯第一次对中国政策讲话时候 当时候是去年2018年10月 那次彭斯讲话也不是随便就讲的 他是有很大的质值上的考量 他是针对中南海高官当时的情况讲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去年10月份彭斯第一次讲话的时候 那时候北京中南海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在2018年9月24号 当时川普政府就宣布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川普宣布这个加征关税之后 当时北京的反应是非常的强烈 他们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美国奉陪道 那时候中南海的强硬 他不是说嘴上光光是嘴硬 他是真的是付出行动了 是真的强硬 当时北京的强硬就表现在 他们取消了本来已经预定好的 美国到就是刘鹤到美国进行新一轮中美贸易谈判 中美贸易谈判已经举行了13轮 美国一次也没有主动取消中美贸易谈判 但是北京有一次主动取消了中美贸易谈判 这次取消的就是在2018年9月份 本来是预定好刘鹤要到美国进行一次中美贸易谈判的 结果是北京方面主动取消了 那是因为2018年9月当时后 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 北京他的反应非常的强烈 他们就取消了已经预定好的这一次的中美贸易谈判 后来虽然美国有多次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但是北京是再也没有取消预定好的中美贸易谈判 我们由这个前后的对比就可见了 2018年9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说彭斯在2018年10月4号第一次对中国讲话之前 那个时候北京中南海对美国的态度的确是非常的强硬 当时在北京中南海那些高官基本上叫做强硬派一边倒 都是一片要和美国奉陪到底的强硬身影 也就是在当时中南海那强硬派一边倒的情况下 所以才出现了唯一那么一次北京主动取消 已经预定好的中美贸易谈判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当时在彭斯第一次讲话的时候 那时候是北京中南海是强硬派一边倒的情况 这个时候彭斯讲话你在喂萝卜 显然不是这个时机 这时候美国就要用大旺 他要用大旺把北京的强硬派打软打伏 所以我们看了那个背景 我们就看彭斯第一次讲话之所以非常的强硬 就是因为当时中南海是强硬派一边倒 所以彭斯他这个讲话里面全部是大旺 他要用大棒对北京的强硬派进行一个猛烈的打击 那么我们再看现在一年之后 彭斯今年10月份的第二次对中国政策的讲话 这时候北京中南海的情况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 现在中南海已经不再是强硬派一边倒了 虽然说我们看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 还有很多什么反美的很嘴硬的文章 但这些文章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南海高层的情况 我们只要看刘鹤访美谈判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 北京中南海对美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看一年前彭斯对北京打了这个大棒之后 中南海对美国的态度是越来越软化的 所以现在不管美国再怎么加关税 北京就没有再一次来主动取消中美贸易谈判 这个情况也就充分的说明 北京中南海里面强硬派或者说反美派的声音是越来越弱了 相反的温和派或者清美派的声音是越来越强了 现在那个不惜一些代价和美国奉陪到底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 而通过对美国妥协退让来解决贸易战这样的声音 反而是越来越强了 前面我们说了彭斯的讲话 他是讲给北京中南海高官听的 那么现在北京中南海高官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之后 彭斯的讲话你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 你就不能再按去年老路子再讲了 也正因为如此 这一次彭斯的讲话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去年因为北京中南海他是强硬派一边倒 所以那个时候彭斯的讲话完全就是讲给北京的强硬派听的 今年北京中南海已经不再是强硬派一边倒了 虽然不能说温和派和强硬派已经势均力敌了 但至少温和派的势力已经有很大的抬头 所以呢这一次彭斯的讲话 他一半是讲给北京强硬派听的 另外一半的就是讲给北京的温和派听 比如说在美国和中国这个脱钩的问题上 去年彭斯的讲话虽然没有直接说美国要和中国脱钩 但是呢彭斯的讲话你整个讲话听下来的话 他的口气啊就是美国要和中国要脱钩了 要进行一次新的冷战 不过这一次彭斯啊他是明确说啊 美国不准备和中国脱钩 而且呢美国愿意和中国继续合作 并且还准备和中国重新友好 准备开启一个美中关系的新篇章 这次彭斯他说美国不准备和中国脱钩 这些话其实是说给北京的温和派 北京的清美派听的 因为如果这次彭斯说美国要和中国彻底脱钩 那就会把北京的温和派清美派逼到死胡同里去 我们看北京那些温和派清美派 他们要对美国妥协让步的前提啊 就是美国不准备把中国搞死 美国还是希望和中国友好 如果说美国现在放话说 他们要准备把中国要搞死了 那你这个北京的这些清美派 这些温和派他也就没有办法说话 所以呢现在的彭斯就要表现出来 说是美国啊不准备把中国搞死 而且还表现出来 美国还要希望和中国友好 这样子呢他就可以让北京的清美派 温和派他们有话可说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彭斯的讲话 其实他是对北京的温和派 北京的清美派一个很大的支持 就是让他们有话可说了 其实美国这个和平演变 关键最关键也就是要改变 或者是演变北京的中南海高层 那怎么样才能改变北京的中南海高层呢 那当然就是要设法让那些接受西方 民主自由思想的清美派温和派来整全 相反呢就是让那些拒绝西方思想的强硬派 反美派让他们退出权力舞台 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和平演变 所以彭斯这次的讲话 他不单单是为了大骂中国一次出一口气 为了爽一把 他是有很大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彭斯他用这一次讲话呢 要起到一个削弱中南海的强硬派 削弱反美派 要帮助这个中南海的温和派和清美派 要起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如果我们从和平演变这么一个高度来看 彭斯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非常老道非常高明的 我们是这里具体看一下 彭斯在这一次的讲话当中都说了一些什么 彭斯那些批评北京的抨击北京的话 那是说给北京的强硬派听的 这些话呢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这里主要说一下 彭斯说给北京的温和派和清美派的那些话 彭斯说 特朗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 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对抗 我们寻求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 开放的市场 公平的贸易 以及尊重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 如果中国迈步向前抓住这个独特的历史机遇 停止那种占美国人便宜的贸易行为 特朗普总统已经准备好 并愿意开启美中关系新篇章 彭斯这里就明确说啊 美国不寻求和中国搞对抗 他也不寻求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只是希望和中国发展建立一个公平贸易的环境 如果中国愿意停止那种占美国便宜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愿意和美国签订贸易协议 那么川普就可以停止贸易战 就可以和中国重新友好 就是所谓开启美中贸易的美中关系的新篇章 彭斯的这些话当然都是说给中国的那些温和派 清美派去听的 彭斯要告诉他们 就是只要中国你接受美国这个公平贸易的条件 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话 那么中美之间还是可以重新友好的 彭斯继续说 人们有时会问特朗普政府是否寻求与中国脱钩 我们的响亮回答是不 美国寻求与中国接触 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 但是接触的方式要符合公平 相互尊重和国际商务规则 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鼓励与外部世界接触与交流时 美国的回应是张开闭吧 彭斯的这些话就是说 他明确川普政府并没有要有一个和中国脱钩的政策 他说美国并不准备和中国脱钩 他只是想和中国建立一个公平贸易的关系 彭斯特别就提到了邓小平 他就是希望现在的中国领导人能够学邓小平 能够再一次改革开放 能够再一次向西方靠近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走一个反西方的道路 彭斯又说 我们希望和中国领导人有建设性的关系 就像我们和中国的人民在几代人的时间 所享有的关系一样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培养了牢固的个人关系 在这一基础之上 我们将继续寻找方式加强我们的关系 造福于我们两国的人民 彭斯在他讲话 特别要提到习近平 其实这是大有深意的 因为彭斯也知道 北京马上他就要开四中全会了 那么习近平是准备站在强硬派的那一边 还是站在温和派这一边 这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当然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现在美国已经看出来习近平叫做左右摇摆 他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他的立场并没有非常的稳定 或者没有一个坚定的立场 所以彭斯的这些讲话 等于说他就想告诉习近平 就是美国要给习近平一个出路 只要习近平站到亲美派这一边 美国还会支持他 还会给他出路的 这样呢就是等于彭斯要鼓励习近平 在四中全会上站到这个亲美派的这一边 就鼓励习近平所谓的重新做人 当然了不少人就把这个彭斯的讲话 看成是美国的自己一个如意的算盘 他们能不能成功都很难说 但是呢彭斯的讲话 他反映出来的就是美国的智慧 美国和中国进行竞争也好 进行斗争也好 他们并不会采取那种很强硬的 那种死平硬磕的办法 他们要采取的就是像和平演变这样的办法 他们要用最小的代价来取得最大的胜利 如果理解了美国智慧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一次彭斯的讲话 就是一篇典型的充满美国智慧的讲话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